埔里新品种的黄金百合金针花 产期出了比传统的金针花 找了4个月 花朵也较为硕大 颜色鲜艳 目前正直升开 吸引众多的游客围观拍照 亲自体验DIY 体验农村的田野乐 也欢迎大家都到埔里 来清静大自然 阳光、花朵、田野间 走在满满盛开的黄金百合金针花海中 自然躺羊随着花儿摇晃 心中满满感动 这就是大自然的灭力所在 更特别的是 它也是使用金针花 往往让老顾客满心期待 最天的来历 它看起来比别人大多 然后闻起来又有百合的香味 跟别人的不大一样 很特别 因为长那么大 还没有来采过金针花 之前你看到的 是已经在糖里面了 我已经买了它两年了 去年买、今年又买 它这个可以帮助消化 吃这个特别好 它的东西又很甜又很新鲜 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今年专程又带我女儿 来跟她买金针花 又来这里采金针花 之前去花东 那个金针山看到的金针花都不一样 因为它的花比较大蕊 而且它有花香味 就是一般我们好像 一般金针花没有的花香味 然后它的果实也比较大 颜色比较鲜黄 我们一般在花东的这个 是说花开花不能吃 可是这个农场主人告诉我们 这个新鲜的金针花 这个柴还是可以吃的 农友谢维奇表示 新品种的黄金百合金针花 营养成分高又美观 容易成为配菜的食材 而让大家来体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教育小朋友 珍惜这一块土地 也欢迎有兴趣的学校 或社团预约活动 这个是黄金百合金针花 不同以前的品种 它不会黑 好看 好吃又非常好料理 它的营养成分 比菠菜的铁质多20倍 然后盖子 它也叫做旺幽草 多次会很高兴 我们今天 我们特意就是把这个金针花 放给它开 通常我们采的食材 一般食材是这样子的 因为客人 他们要观赏 然后我们就放给它开 所以这个是要预约的 所以很荣幸大家来这里 有栽到那么漂亮 那么好吃的金针花 埔里镇南城里 谢维奇夫妇 载重新品种 黄金百合金针花 竹竹笔传统的金针花 产期早四个月 近日正是黄金百合金针花 盛开时期 花朵在阳光闪烁中展开 随风摇曳 仿佛迎接客人的到来 欢迎大家来游玩 享受大埔里地区的 好山好水